我把他稱為天下大圖 那你我的見解有頗多相似之處呀 兩位老人家侃侃而談 一邊是真人扮演的孔子 另一邊AI動畫版的馬克思 中國最新穿越節目 當馬克思遇見孔夫子 由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 與電視台聯合製作5集 看得出是官方受益 但這跨時空對話卻被炮轟 擺明了就在歌頌 習近平治理理論 習近平有提出 兩個結合的概念的話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把習近平這幾年 很努力的再把儒家思想 或者說他們所認為的儒家思想 把它往上拉 拉成一個中國的一個核心的精神 習近平六月曾提出兩個結合 就是強調馬克思主義 和中華傳統文化結合 但官方可能沒料到 整齣戲荒謬程度 連中國觀眾自己都不買帳 這倆一個是維護統治的 一個是搞革命的 本質上來說 他倆是天生的死對頭 互相仇恨的程度 其實不亞於猶太人和哈馬斯 中國部落客甚至大三 這部片根本是要陪習近平玩家家酒 學者也指出 孔子儒家思想與馬克思共產主義 中心思想差很大 難以相提並論 孔子強調是維護階級 把人放到正確的位置上 而馬克思認為我們應該打破階級 進行階級鬥爭 兩種派別南援北撤 硬是把兩人湊一塊 甚至還提到五統議題 是有些西方國家卻只相信叢林法則 如果他們欺負我們 或者是說阻礙我們國家統一 那這個時候 我們也要跟他們講和嗎 回答是 以德抱怨 何以報德 整部劇集加起來不過一百五十分鐘 網路上罵聲連連 與其說是傳閱劇作品 不如稱作中國大內宣 也不為過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